Hello大家好我是Michelle 然后这支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淘到的一些好的东西 首先先说 斯富兰家前两天有一个积分兑换的那么一个东西 Dior家的这个礼盒 它这个是500point 500point还换的 然后它里边的东西其实都是那种sample的那种size 但是它的东西都是属于比较值得换的 就是一个这个化妆包 然后它里边有四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明星产品的睫毛膏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这个睫毛膏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叫Dream Skin的那个护肤的那个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唇蜜 大家都喜欢用的那个唇蜜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家的这个Misture的这个香水 就是它这四样东西都是属于这样什么travel size 但是它这四样产品都是明星产品 就是都是大家怎么讲排名靠前五啊什么的那种 就是明星产品 所以我就是当时看到它就是有这个积分兑换之后 我就赶紧下单 然后就是赶紧硬这个换这个500换成这个一个积分 所以我觉得这500point其实换这几样明星产品还蛮值得 因为就是如果你没有试过他们家的东西的话 你其实你有这个机会就可以换一下 你如果试过他们家的产品 然后你这一套可以当做随身带的那么一个旅行装 所以我觉得特别好 他家有那个100point的这个换这个小蓝皮 我就是换了 然后我要换换那个积分的话 我不能够光换积分 我要买一样东西他才会给我送 所以呢我就是又下了一个这个 因为这个是他们家新的 我不知道好不好用 然后我就下单 因为我看怎么讲 评分还蛮高的 就是他们家斯富兰家自己出的一个唇膏 然后我不知道好不好用 我刚 哎 这颜色还蛮好看的 还蛮正的红 不知道好不好看 是这种 偏粉一点点的红 但是很滋润的 涂在手上 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出来 是那种很滋润的那种粉色的红 嗯 然后他这个色号是B04号 对吗 对04号 这么一个色号 不知道能不能拍出来 他是04号 然后 颜色还蛮好看的 对 而且很便宜 他这一只才12块钱 然后再加我是那个会员嘛 所以就是免运费的那么一个 富兰家的就是这些了 呃 然后我再给大家推荐 大箱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登登 他这是一大箱 然后他这个是从 呃 一个韩国网站上买的 我这些都是从一个韩国网站上买的 这个网站我是之前看KT的视频 然后他推荐的 呃 然后他们在这个网站买东西很有意思 他就是有点像是一个中转站赛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就是他所有 呃 我比如说在这个网站上下的所有东西 他好像是从各个不同卖家手里 然后汇集到一起的 就是你把这个箱子打开之后 你会发现里面都是这样一小箱一小箱一小箱的 所以我觉得好像是这些卖家把这个货发到他这个总站 然后再从这个总站然后发给客人 我觉得是这样 OK 首先第一箱是一个这个 那首先是这个呃 鲁鲁米的这么一个气垫 气垫套组 不知道能不能拍出来的 很可爱 然后他这里面都有什么呢 首先是一个气垫的这么一个呃 他这个叫什么限量版系列的这么一个 气垫 哦好像有一个替换装应该 是吧 对对对 他有一个替换装里面 然后这么一个粉饼 我现在还没有拆 因为他还是封着的 等我回来想要用的时候 我再把它拆开 这个是那个这个牌子 呃 Code家的然后跟那个鲁鲁米他们合作的这么一款 然后他这个是我买的色号是多少号 medium 我买的色号是medium20.5号 嗯 然后他这个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是一个鲁鲁米的一个呃 小的塔子 我可以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很可爱 我这个是因为看Catie的那个视频 然后我就想说好喜欢这个 所以我就说下一单 他这个就是这样子一个小方塔 就是大家可以坐飞机啊 或者什么带着这么一个 就是很小 但是很可爱 看到吗 对 然后这么一个小方塔 另外一箱也是一个他们家的一个气垫 但是这个气垫跟刚才那个不一样 这个有点像是那种 怎么讲 呃 叫什么气垫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哦 这个是那个铁的那个气垫 就是他们现在韩国特别流行 就是这个他是 我就不给大家打开 他是里边是 就是没有 没有那种粉扑的那种铁 它是铁 然后等于说 你按那个铁 然后通过挤压 然后出来的这么一个 呃 叫什么 像气垫一样的那种 呃 粉底液 然后他这也是跟 那个Lulumi 呃 合作的这么一个 很好看 对 然后他这个套装里面 也增了一个小毛巾 也是那个 不是小毛巾 小毯子 所以就是 呃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一个放 我一个放美国 OK 然后下一个 因为我很喜欢Lulumi 然后我看到Lulumi 他们韩国网站上有卖正版的 我就赶紧下了一个 我买的这个是中号的 就是可以坐着的 对 很可爱 这好像是小号的 嗯 然后好像是小号的 这么一个Lulumi 对 这很可爱 最近 呃夏天到了嘛 所以我就要榨一些果汁啊什么的 就我想说那就可以 呃炸好之后就冰起来直接 然后我就买了他这个 就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什么 卖包头的那个 然后我就买了三个 然后不同颜色的 然后这个就是他这个网站我买的东西 OK 呃然后除了这个以外 我又买了什么呢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东西就是我现在呢展示的这个东西是我真的是下了一段时间的决心之后 然后最后我决定我说那我就买吧 因为真的想说就是给自己找点事干 其实就是 就是这个 登登 就是这个 乌克莉莉 因为我就是 呃 怎么讲我原来小时候就是在学琴嘛 然后后来就是上了 呃 算是上了小学四五年级之后就开始不练了 就是停了因为学习压力等等 然后就后来只是业余时间偶尔会弹一弹 但是来了美国之后就再也没摸过琴了 所以我就还是蛮 蛮想要去 你知道就是弹点什么乐器的 但是我又觉得其他乐器有点太大了 我觉得乌克莉莉就可以随身携带啊什么的 然后呃 回国也不用担心也可以带着 然后也不撞 而且最主要是比较简单 比较容易学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买一个然后练起来这样子 对 OK 那这支视频就先这样子了 然后呃 下一支视频的话应该给大家要录一个试色的那么一个视频了 因为一直欠着大家一些试色的视频 所以我决定下一支要给大家拍一个试色的视频 然后那我们就下一支视频再见咯 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点个赞 OK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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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